HELLO,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的视频呢,是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春夏秋三个季度的12双鞋子 那主要会从这12双鞋子是不是好走,好搭配,他们的材质是怎么样的,马术是怎么样的 就各个方面来跟你们讲一下我的一些心得 那最近正好年中大促嘛,很多品牌都在打折 那我这12双鞋子基本上都是不打折的,那希望你们可以换到来下去 我自己如果平时穿球鞋的话是穿37码 然后如果遇到比较尖头或者高跟的鞋,有可能会穿到37码半 那我首先先说一下这12双鞋里面让我买到的当下觉得最爽的一双鞋 就是这双Other Stories的方跟小红鞋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很好很好走 我从穿它的第一天到我穿它逛街暴走的每一天 没有一点点让我磨脚 那第二点就是它这个跟很恰到好处非常舒服 差不多340正好有点把高的作用 买踢牛仔裤,然后配这样一双小红鞋 就是一下子看上去就不拉开,然后精神了很多 再有就是这双鞋的那种询问度就非常高 它回头率很高 我只要穿这双鞋就是大家都会注意到说 你今天穿一双小红鞋 就它很可爱,它非常非常可爱 它虽然是高跟鞋,但因为是这种很复古很扎实的方跟 所以你穿上去并不会觉得很娘很女性化 反而会有一种很优雅,同时又很精神的感觉 这双鞋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整个皮都非常软的关系 同时它这个皮也很薄,所以说当你整个穿进去 它有一点点根的时候,前面这里 你大脚趾有一点点会凸出来 会有一点点像你快要把那个袜子捅破的那个感觉 鞋像这种鞋款,你可以挑黑色,白色,米色,裸色,裸粉 就是这种很好搭的颜色 如果你配上了这个鞋款,你相信我你就会一直忍不住穿它 第二个非常火的鞋型就是这种lofer鞋 那我自己这双是everland的 先说缺点好了 这双鞋的缺点就是大家都知道它非常硬 它整个是意大利制造的全牛皮 然后这个皮真的是硬爆了 这种硬会随着你穿的次数的增加 变得越来越和你的脚融合在一起 鞋真的让我负伤的一个地方 并不是它上面这个很硬的牛皮 是它这个根 你听,这就木装像铁,像铁木装一样的 一次我穿这双鞋,我就走路的时候 打到我的脚踝 我连着打三下,我的脚踝就淤青了 第二呢,它是一双尖头的鞋 所以说如果你脚本身就比较大,比较长的女生 就不建议这样一双鞋 因为它会让你的脚看上去就显得脚更大 鞋的码数,我自己买的是37码半 但是37码半我穿都嫌小 我觉得可以买38 所以如果你是本身脚背比较厚 或者前脚长比较宽的女生 你直接可以买大一码都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就是说这双鞋的优点好了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双鞋的其实 而且我平时穿它的时候也很多 它可以提升你整身搭配的质感 如果你一身都是穿的 就是比较随意的 你穿这双鞋一下子 就会把那个随意感给平衡得很好 它是一双用肉眼看比看照片 更有气质的一双鞋子 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们说的 也是近两年非常火的这种鞋型 木勒鞋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这个类型的鞋款 没有必要买太贵的 我觉得它主要还是这两年红一红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啊什么的 它红的原因 跟这两年阔腿裤红很有关系 因为阔腿裤它本身很宽嘛 然后你如果下面穿很细很小的那种高跟鞋 就会撑不住那个阔腿裤 但阔腿裤呢 如果穿平底鞋 很多时候又会显得很矮 所以这种带一点存在感的 带跟的比较大的鞋子 就随着阔腿裤一起红了起来 这双是Urban的 然后这双是ZARA的 它这双鞋 我觉得和刚才那两双鞋的搭配方式是正好相反的 如果刚才那两双是你上面可以穿的比较随意休闲 下面配那样的鞋的话 这个是相反的 如果上面穿的比较正式 比较阔腿裤 比较像大人 你就可以穿这双鞋来平衡那个感觉 会显得没有那么的严肃和正经 这种鞋它本身带有一种慵懒感嘛 所以就会看上去 嗯 比较随意 好像我今天这身搭配没有花什么心思的感觉 这双鞋呢 这双鞋呢 我其实是种草很久很久了 我一开始种草呢 是我很无意的在逛ACNA的时候 看到ACNA有这个样子的鞋 然后ACNA是300多吧 其实很多牌子都出了这个样子双彩的鞋子 就是它可以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当拖鞋穿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起来 呃 这双鞋是我拥有的所有的EVERLAND的鞋子里面 第一次穿出去 就完全不抹脚的一双鞋 抹脚非常软的那种牛皮 但正因为它软 它同时前面这里也相对比较容易会有折痕 因为这双鞋它本身的鞋型很时髦嘛 所以这种就是时髦款的鞋子 你就可以随便拿 你穿什么 穿牛仔裤穿什么都很好看 还有点就是要说的是EVERLAND的鞋 它全都是这种 给你看 就是皮底 然后皮底的鞋呢 第一就是走路声音会比较响 还有第二就是它很滑 如果你走在那种瓷砖上面 我经常会有种 就这样 就这样滑一下滑一下 就会比较滑 这样子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它因为可以当作脱鞋穿 所以你很自然 你平时一出门就会很想穿这双鞋 就是37码半 因为它是尖头的 然后37码半我觉得正好 比起前面所有的鞋 我觉得接下来这双鞋 才是每个女生鞋柜里面 真正真正必备的一双鞋 就是如果它在百搭度上面称第二 我觉得没有人敢称第一 那我自己这双呢 是Tory Birch的裸色平底鞋 Tory Birch我觉得他们家 每半年就会在官网打一次大折 然后基本上都是半价 我自己这双就是半价买了大概一百多欧 太百搭太百搭了 它是这种裸色的 然后带有这种格纹的 整个格纹呢 它这边做了有一点点厚厚的 膨起来的 所以整个鞋的质感非常好 上面这种金色的logo呢 又使这整双鞋看上去布料 对于这种平时一直要穿的鞋 我对这种橡胶底也蛮有好感的 因为橡胶底就更耐穿一点 它自己是全裸色的 配什么都可以很百搭 穿起来呢很显得腿长 因为会有种自然延伸的感觉 会显得腿很长 这双鞋好像没有什么缺点可以讲 再有就是他们家的鞋 我有两双 不管是圆头的还是肩头的 我都要买大半嘛 虽然它是平底鞋 这双鞋呢 我觉得是这十二双鞋子里面的 好穿度排进前三没有问题的 是这种白底 然后黑色鞋里面的一脚凳的这种鞋子 真的很好穿很好穿 我会买这双鞋子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Vins 是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之前的那双Topshop 很多牌子都出了这个样子的鞋子 大概从二十几欧到两三百欧不等 我自己之前一双是Topshop的 大概打折的时候买才二十几欧嘛 那双鞋真的是被我穿烂穿烂 就是好穿到不行 这双我自己是Vins的 我不觉得它的好穿度还有它的好看度 比我自己之前那双Topshop要高出十倍 听管它的价格是要两百多欧 这个白底这边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我觉得它这双比一般的这种要稍微厚那么一公分 鞋的透气性非常的好 我穿它的第一天就不抹脚 这平时非常的百搭 你穿牛仔裤啊什么的 你不动脑子就可以这样一脚蹬 这样就蹬出去了 太好穿啦 这双这个鞋型我觉得也是每个女生都一定要有的 它会成为你鞋柜里面的一个中流砥柱 你在穿的时候并不会有什么存在感 它会很好地和你的整个搭配融为一体 并且它也并不是一双记忆度很高的鞋子 但这一位如此这双鞋 它可以真的被反复反复利用到 如果你买这样的鞋型 然后你买裸色真的是赚大发了 而且你整个脚会看上去腿 会看上去非常的长 很自然的拉长 是五六厘米的根 所以也不会显得太正式或者太娘 五六厘米很好走也很好驾驭 Everland的白色拖鞋 这也是这两年这种鞋款非常火 很多都有这样子 包括带一点跟的啊也有 这双就是Everland的鞋它全都是牛皮 所以它大部分就是都硬 那大部分都硬的同时我大部分都没有流血 唯独这一双是真的让我穿了以后流血的一双鞋子 脚这样子弯的时候 就真的像刀割一样的 但是尽管如此这双鞋依旧很好看 因为我觉得它好看是好看在这个颜色 这个白色同时又是拖鞋和夏天就真的是绝配 但我夏天很多衣服花力胡哨五颜六色的时候 然后想挑一双存在感低一点又好搭 又可以拉长脚背的鞋 我都会选这双痘痘鞋 这双鞋也一度是很火很火非常火的 那这个痘痘鞋我自己是买小的半嘛 是我唯一一双买小的 因为它真的很偏大 我穿36码半是正好 很好走完全不磨脚不打脚 非常非常好走的一双鞋子 这个鞋整个是一体的皮 它这个鞋底就是完全靠这个黑色的点点作为这样一个鞋底 所以它并不是一双很耐走的鞋 但它是一双很好走的鞋 逛街你要确定今天不下雨你才可以把它穿出去 如果说起搭配的话 其实这两年这种类型的鞋子没有那么火 因为我觉得它搭配的局限性的确是有一点的 它只能配牛仔裤或者比较窄的那种裤子 你拿它去配裙子啊裤腿裤啊 或者一些比较正式的穿着都不是很好配 所以它只能配那种比较休闲的牛仔裤的这样一个造型 第十一双鞋子是这个Topshop的 这双是我去年买的 今年应该已经没有这一双了 但是同样类似款非常多 这种绑带的粗跟方跟鞋 今年也依然非常火 就是它虽然跟很高 但是它很好走 虽然是绑带的 但依然很稳 也是一双走路起来完全不会因为它是高跟而会不舒服的鞋子 这个绑带的绳子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你绑的时候就是要差不多绑两圈 比较好的大还是配那种短裙 最后一双大概是这所有的鞋里面最显脚大的一双鞋子 它比那个lofer鞋还要显脚大 你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因为lofer鞋它这边还是有一点露脚面的 所以就还好 而这双它这里完全是包脚面的一双牛津鞋 又是尖头的 真的是无敌显脚大 37码的脚我穿在里面 我觉得自己像39码的脚 非常像偷穿了爸爸或者偷穿了老公的体鞋跑出来的感觉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鞋穿上去就很有气势 它这个是尖头的嘛 也是要买大半嘛 不然肯定偏小 有一点点硬 你穿上去会有点点硬 但如果你里面穿一双黑袜子啊什么的 穿一双袜子就完全不会打搅了 那12双鞋都讲完了 任务多 责任大 也希望你们听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没有讲得太过于急促 如果你们对这些鞋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评论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那今天就是这样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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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